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肝癌现在是当前全球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从第一个癌细胞在肝脏内形成 发展到患者有自觉的症状 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那在此期间呢,会有一些症状 预示着肝癌的来临 那肝不好的人呢,身体可能会有两个地方痛 第一呢,就是右上腹疼痛 肿瘤的快速生长,导致了肝胞膜紧绷 导致了右上腹疼痛是它的主要症状 经常表现为间歇性或者是持续性的 隐痛、胀痛、顿痛 而且疼痛的部位与病变部位有密切的相关性 疼痛程度呢,也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慢慢加剧 第二痛就是右侧的肩膀痛 其实长期久坐或者是紧腰椎方面的疾病呢 都有可能导致右肩痛 但是对于很多肝脏不太好的人来讲呢 持续性的右肩疼痛很有可能是肝癌来临前的征兆 这是因为随着肝脏上面的恶性肿瘤慢慢长大 隔肌附近呢会受到外力的压迫 就会压迫到肺下肌 与此同时呢,这些神经又跟我们的右侧肩膀的神经相连 所以肝不好的人如果经常右肩疼痛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必要的时候尽快到医院就诊 第三个症状呢就是眼睛变黄 一般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不会有明显的眼睛发黄 我们说的眼睛黄一般指的就是拱膜黄染 当肝脏受损比较严重 但红素水平升高的时候就会发生黄胆 这个时候身体的皮肤、拱膜都会发黄 眼睛的白色部分就是我们说的拱膜部分发黄 看起来就像眼睛发黄 第四呢就是脸色变暗 如果一个肝炎患者发生了肝硬化 那么脸色就会变得没有光泽 看起来很毁暗 我们把这个面容称之为肝性面容 那肝性面容的存在呢往往提示着肝脏病变严重 很有可能是肝硬化 第五呢就是手掌变红 这就是肝脏 一般出现在肝硬化的病人 那肝脏呢就是指患慢性肝炎 特别是肝硬化之后呢 在手掌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根部的大小鱼器处 皮肤出现了片状的充血 或者是红色的斑点斑块 在加压之后呢变成苍白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